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一般来说 West Boulevard 是比 East Boulevard 比较繁忙一点 所以这个项目来说的距离位置是很不错的 对 没错 我们吃饭就可以走到 West Boulevard 对面的马路了 但是它又享受了更多的内阶的幽静环境 其实它的中间就是以前的一个铁道轨 后来太平洋公司就放弃了经营 把土地还给了政府 政府也在这里兴建了很多人形的通道 公园 社区的配套 所以说环境相当的不错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具体的设计吧 这Croy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一个欧四古典的Croy 的建筑 它是一个四层的水泥的建筑 一楼是做一个商业这种零售的一个处理 那么二楼 三楼 四楼就是一个住宅了 那其中二楼 三楼是做了九尺的楼高 那四楼是属于顶层的公寓 那他们做到的是十尺的楼高 很不错 这一次这一排户型的话 其实都是朝东这边的 而且在朝那些这一批房子 这个单元其实很多都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很大的平台 对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这个的话 其实我根本需要多很欣赏的一个户型 是 没错 你手一指 就看到了我们最吸引的一个户型 其实这个单位呢 室内的面积只有530是一个一房的单位 但是它配套剩的这个露台呢 就达到了1100尺 就剩的比卖的还要多 没错 这个楼台项目还是不算大 一共就48个住宅的单位 其实它配套还相当的不错呢 内部呢有瑜伽室 有健身房 有大型的Lounge 还有一个我看到有钢琴 应该是一个音乐室 音乐室 对 没错 这个二楼以外 我们看到这些超大的这些露台以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四楼更加爽了 Penhouse这边呢 绝大部分的单位呢 都附赠有一个自己的私家的屋顶花园 所以最吸引我们呢 就是这个我认为的楼王的一个单位了 这个楼王呢 是在这个转角的一个边角的单位 三边 朝西 朝东 朝南 这个单位呢 是一个三房 再加一个书房的一个格局 一共是1200多尺的室内的空间 那它附售呢 这个ROOPTO的这个屋顶花园的面积呢 又已经接近了1000尺 那它下面呢 也有一个大型的这个管导式的这一个露台 这个露台呢也接近1000尺 也就是说买的是1200尺的室内空间 这些室的面积是接近2000尺 没错 那大家其实如果是海外的朋友的话呢 可能不清楚 我们这边加拿大比如说乞架 乞架一般会说室内的面积 所以这个刚才美少说了 为什么是室呢 就是想不到这些意思 我们来参观一下这一套这个示范单位 这套单位呢是1200尺两房一个书房的单位 我们一起进来参观一下吧 那每个卫生间呢 它都是有低热的 现在的其中一个卧室 全部都是9尺高的一个楼顶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呢 是一个森色系的配色 就是这么大的空间里头呢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发热的一个洗衣房 在这一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套的电器呢 都使用这些欧洲的品牌 Gagano的 对 其实这个冰箱里面好像一个 超大 好像个 酒吧一样 对对 烤箱的话 我记得它是一个清触可以开关的一个面板的 对 这个 对 好了 那当然是这个五头的这个煤气的灶头 酒脚是有些单元是包 对对应该是顶部是包裹的 洗碗机配套呢 都会是在这个island这个位置的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用的呢就是博士的牌子 这个island是相当的大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公寓来说 这个island界面就是一个house的一个空间了 我估计它应该10尺是长 对 因为其实是能放三个 现在放的是三个了 其实是能放四个拔桌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项目的地板 这个地板是叫herringbone的一个设计 那其实有些会了解这个地板的手工要求是非常高的 在法国或常见 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大家可能看这里怎么会有一个柱子呢 就是不包的 它做的窗和拖拉门的结构是非常坚固的 质量非常非常高 关是很容易的 它其实关上去以后它是有一个导扣的 好 这样才能系上去 好了 你再把它拉出来 现在就锁住了 然后呢 嗯 拉的话呢 要往后拉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手可以抢 这次顺手很多 对 顺手很多 对 那我们出来这个露台欣赏内阶的景色了 相当不错 这个景色不是实物吧 对大家说一下 视觉上 在温哥华carrystone的去 我相信一般是看不到海的 因为它其实在温哥华的中心啊 它很平整 这个地块很平整 但它不是一个高坡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那些 但不是看到海 跟大家注意一下 确实是在室内的话 因为它的窗比较多 而且比较高 所以里面的采光是很不错的 对 我们进去看一下主卧吧 好的 我们看到主卧呢 就是一个九尺的楼高 因为这是一个两房 在二楼的一个单位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个背景呢 我们是没有的 左车呢 就是一个步入式的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的面积相当的不错 而且呢 它现在配套的这些衣柜呢 全部都是配有的 它这些organizer呢 都做的相当不错 挺实用的 低灯也是有的 我们进入呢 里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套件的卫生间了 首先是一个双星盘的设计 然后有这个地灯 当然它也有一个地暖的系统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这个合作的公司 第二个公司 首先呢 开发商是Match Point Development 然后呢 它另外合作的一个公司 比如说这个Architect 设计师是RHA 他们做了很多大型的项目的 嗯 对 没错 那它的室内设计呢 也是相当的出名了 只有是业界里头 他们成见呢 有Fanmont的一个酒店了 然后也包括列治文的一个大型的项目 River Creek 那成见商呢 也是相当的不错 是RICE 那他们呢 也是成见过这个Matchel Town的大型项目 Gold House 可以说他们的合作伙伴呢 都是相当的业界相当的有份量 好 又到我们的总结时刻了 好了 那么谢谢大家 也就是陪我们参观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叫Chloe 然后它在Cares 一个豪华的高尚区 整个项目的细节都是很不错的 对 这个楼盘呢 其实对口的学区也是相当不错 那它周边呢 有著名的私立小学 就是Maple Group 对 然后公立呢 也有McGee 附近还有欢柜 对 没错 那步行出来呢 其实很多吃饭的地方 或者散步的地方 平常就是三个步 吃完饭 也除了吃完饭之后 还可以再带着朋友啊 小狗啊那些 在家庭式的环境里面 去绿化也很丰盛 对 没错 那这次的项目呢 就会是起家呢 大概是一房呢 是八十万左右 那么三房呢 我们上次看到的 这个楼王的单位呢 就是三百来万 那所以平均吃价呢 就是一千五到一千八 一尺左右的 嗯 管理费这方面呢 是五毛七 那包含其实它这个 VRF的这个空调系统 另外就是它的成交日期 应该是差不多2024年 对 没错 那它的付款包式呢 还没有最后的确定 初步定呢 就是总的Deposit呢 定金呢是百分之二十 那可能会用五十五三G 来付款的 那好 谢谢大家这一次 跟我们参观这个项目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就不明白地方 可以去找我们 我们有变化给大家 然后呢 我们也有就是微信 Line和WhatsApp 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资料 我们也有其他详细的这个 户型图给大家看 那就欢迎大家的收看了 那下次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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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